这个大爷脑袋里藏了颗子弹 在里面整整50多年才被发现 期间大爷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直至半个月前 大爷经常感到头痛欲裂 一番检查后震惊了众人 竟然在他脑袋里发现了一颗子弹 而且长度足足达到了31毫米 那这颗子弹究竟是怎么进去的呢 就连大爷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因此节目组特意找到了枪械专家 专家得知后也是无比震惊 一颗子弹怎么会在脑袋里几十年呢 并且还跟没事人一样 经过仔细研究发现 这颗子弹竟然是军队里使用的 原来大爷在20岁时曾参加过朝鲜战争 有一次头部被榴弹擦伤 经过抢救大爷竟然奇迹般的康复 之后这件事也就被他淡忘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也只一息记得头部受过伤 但却并不知道子弹的事情 可这也太神奇了吧 被子弹击中头部竟然还能安然无恙 专家分析道 一个人要是被子弹直接击中头部 是不可能存活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除非这颗子弹并不在有效射程范围之内 所以杀伤力被大幅度削弱 这才没有击穿头部 而大爷则非常幸运 因为子弹和他头部的颈动脉只有5毫米 现在根本没办法将子弹取出 那样做的话风险非常大 只能保守治疗 最后大爷接受了医生的建议 在此希望他能够身体健康长命百岁